宣命纪第十八章 祭司立位人和立位全支派 必在以色列中无份无业 他们所持用的 就是献给耶和华的伙计 和一切所捐的 他们在弟兄中 必没有产业 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 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 祭司从百姓所当得的份 乃是这样 凡献牛或羊为祭的 要把前腿和两三 并脾胃给祭司 出收的五骨 辛酒和油 并粗茧的羊毛 也要给他 因为耶和华你的神 从你各支派中将他拣选出来 使他和他子孙 永远奉耶和华的名 示例 侍奉 立位人无论寄居在以色列中的哪一座城 若从那里出来 一心愿意到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 就要奉耶和华他神的名 侍奉 像他众弟兄立位人 势力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一样 除了他卖主户 产业所得的以外 还要得一份祭物 与他们同吃 你到了耶和华你神所逝之地 那些国民所行可真物的事 你不可学着行 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精火 也不可有占卜的 观照的 用法术的 行邪术的 用谜术的 教诡的 行无数的 过因的 凡行这些事的 都为耶和华所憎悟 因那些国民行这可憎悟的事 所以耶和华你的神 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 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做完全人 因你所要赶出的那些国民 都听信关照的 和占卜的 至于你 耶和华你的神 从来不许你这样行 耶和华你的神 要从你们弟兄中间 给你兴起一位先知 向我 你们要听从他 正如你在和列三大会的日子 求耶和华你神一切的话说 求你不再叫我听见耶和华 我神的声音 也不再叫我看见这大火 免得我死亡 耶和华就对我说 他们说的是 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 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 向你 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 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 都传给他们 谁不听他 奉我名所说的话 我必讨谁的罪 若有先知善敢 托我的名 说我所未曾分付他说的话 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 那先知就必自私 你心里若说 耶和华所未曾分付的话 我们怎能知道呢 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 所说的若不成就 也无效宴 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分付的 是那先知善志说的 你不要怕他